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装置了AMD Rhythm97-940HS CPU的全新 Minist Forum明凡高性能小储机UM790 Pro Minist Forum明凡UM790 Pro 是我们测试的第二台AMD认识CPU架构 RDNA3GPU架构的高性能小储机 它的CPU是Rhythm97-940HS 这是目前AMD移动标压CPU的旗舰型号 UM790 Pro有两大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升级为图形界面的BIOS 可以使用鼠标来设置,算是以时俱进吧 第二是对于两块PCIe 4.0的NVMe SSD 提供了RAID阵列的高级存储形式 能够让我们使用RAID0或者RAID1两种模式 RAID0可以提供接近翻倍的读写速率 RAID1可以提供完全备份的数据安全性 这是首次在迷你电脑上可以装置RAID存储了 Minis Forum 名凡UM790 Pro 这个型号装置了最新架构的移动标压CPU Rhythm9 7940HS 类置AMD最强核显RAID 780M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双PCIe 4.0的NVMe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30×126×47 不到0.83的体积 算是非常袖真了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使用提示 两个额外的脚垫 这块电源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对迷你主机来说 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 但是它又是如此小巧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铝合金金属机身 挺漂亮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4接口 耳麦接口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双HDMI 2.1接口 2.5G网络接口 4个USB3.2A口 两侧也有进风口 底部有进出风口 后面板有出风口 三进一出的双风扇通风结构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掰开四个脚垫 卸下四颗螺丝 从这个位置撬开 就打开了 这是明凡 以前没有的 背部散热系统 一个小风扇 两块 给NVME散热的胶垫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两条DDR5 5600MHz的内存 注意 下面这个内存条 是带了散热鳍片的 两条PCIe 4.0的NVME SSD 我们会测试它的速度 NVME下面是一块 X210的WiFi6E加蓝牙的网卡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inuteForum 明凡UM790 Pro Rin9 7940HS 迷离小主机 我们首先进入图形化界面的BIOS 16G内存 5600MHz 这里预设的性能模式 是CPU65W的性能释放 平衡模式是54W的性能释放 这里可以设置 双NVME SSD的 RAID高级存储模式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大小 最大可以设置6G 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 来看看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这是满血的HDMI 2.1接口 USB4接口能够输出 4K 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能够超频到160Hz 这台小主机的USB4.0 能够输出 4K 160Hz的RGB非压缩信号 索尼 OLED电视 HDMI 2.1接口 能够输出 4K 120Hz 10位 YCBCR444非压缩信号 非常好 进入游戏时间 我最喜欢的 D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使用抗锯尺 普通场景 平均80多帧 复杂场景 接近70帧 非常不错 比起7735HS 平均提高了10帧以上 D平均提高了10帧 我也试了试大表格2 1080P低画质 也跑上了60帧 网游表现呢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全部拉满 跑起来接近60帧 新穷铁道 1080P高画质 能够接近60帧 这就是当前最优秀的锐量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已经说过了 780M核显 游戏的提升 还是很明显的 D平均线5的帧数 都有了15%以上的提升 同样 我用D平均线5 跑了一个多小时 全程都在接近63W左右的 功耗释放 GPU利用率 接近99% 一直都没有 过热降频卡顿出现 在游戏表现上 Midus Forum 明凡UM790 Pro 是完全合格的 当然 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 2946 比起7735HS 有20%的提升 看看这张排名表 我们和第一名 也就差了100多分 希望明年 880M核显 就能登顶了 GIG奔基辅图形测试 OpenCell得分 4077 Volkan得分 36667 FilesTrack的记录 也放在这里 8104分 接着我们看看 7940HS Radeon 780M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的提升 这次终于能硬解 8K60幀AV1了 CPU平均占用3% GPU Video Codec0 平均占用88% YouTuber 8K60幀AV1视频 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4% GPU Video Codec0 平均占用88% 我们用MITS Forum 明凡UM790Pro迷利主机 7940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 9分52秒 共计592秒 对比一下 以前其他顶级的 MD和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上一代旗舰 UM690 6900HX是833秒 6900HX是833秒 曾经最低是 大多数MD和MD和MD 大多数MD电脑的CPU GK Bench 5 多核17407 多核17407 单核1843 这又是我们测试 MD电脑以来 出厂配置多核成绩 跑出的最高分 现在已经排名第一了 PASMARK多线程 325003 单线程 4059 仍然又是 所有MD电脑 出厂配置多核成绩 第一名 我不知道 后面还会测几台 7940HS旗舰 只能说 它目前排名第一 从前面的 生产力测试 和CPU跑分测试来看 明凡的7940HS 在CPU 65瓦性能释放 非常强悍 达到了 所有MD电脑CPU的 顶尖水平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 1421960 CPU得分 969191 稳定性 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组机 跑了3DMark Time Spy 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 99.7%的 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 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 就稳定在65瓦 整机功耗 稳定在88瓦 CPU频率 保持在4.3GHz 室温32度的时候 CPU温度 没有超过85度 就这样 一直维持了20分钟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3900Mb 取得了 PCIe 4.0 NVMe的 入门偏下的成绩 我们也测试了 USB4 外接硬盘的 读写能力 是的 是在另一个USB4 接入高刷显示器的 情况下 满血的USB4 最高3100Mb 同时也没有 兼容性问题 好了 重头戏来了 我们使用 两块 长江存储 最强 232层颗粒 制造的 爱国者 7000Z PCIe 4.0 NVMe SSD 组成了 RAID 0 存储阵列 来看看测试结果 AS SSD Benchmark 读9360兆B 写7012兆B Crystal Disk Mark 读13883兆B 写13174兆B 虽然没有完全翻倍 但也算是很牛的了 我找了个PCIe 5.0 NVMe SSD读写成绩 比较一下 是不是没怕的 这么强悍的NVMe RAID 阵列 没有理由 不再测一下 搞笑的娱乐大师 总分 1658868 硬盘得分 365095 从未见过的 硬盘高分 我们还测试了 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Killer X210的WiFi 6E网卡 跑到了670兆BPS 算是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中等偏下的 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 iPad3测试了 内网性能 无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Minisforum 民凡UM790 Pro 装置了强悍的 锐人9 7940HS 在Windows下的功耗 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 5.1到6.3瓦 CPUZ最高功耗 86.11瓦 单核满载功耗 38瓦 Geekbench 5 最高功耗 87.63瓦 Cellibbench R23 最高功耗 87.10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89.40瓦 娱乐大师 最高功耗 95.07瓦 Geekbench 6 最高功耗 86.48瓦 时温 32度的时候 CPU 代机温度 36.6度 DDR5 代机温度 34.8度 SSD 代机温度 26度 生产力测试 CPU100%的时候 53分贝 如果放到耳边位置 刚好42分贝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锐人9 7940HS 运行OpenW测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ES967,711 XX20385,957 Coremark511,291 终于终于 第一个冲上了Coremark50万大罐的荣誉 属于明凡RN9-7940HS 恭喜 MidS Forum明凡UM790Pro 它装置了MD最新的RN9-7940HSCPU 这是一块强悍的韧式RDNA3的APU 液晶散热叠加背部双风扇 连底下那块内层上都有额外的散热片 多重散热结构支撑住了全程65W的功耗释放 不论在CPU测试 稳定度测试 还是在长时间的游戏测试中 都没有出现降频卡顿的现象 特别是新增的RAID帧列高级存储功能 非常强悍 RAID0我们跑出的13000兆笔左右的顺序读写 完全碾压了PCIe 5.0的NVMe成绩 怎么说呢 目前我们就可以享受超过PCIe 5.0的存储速度了 至于图形化BIOS可以算上是锦上添花吧 当然我们要说说它的缺点 一是我发现 必须是USB连接的键盘 才能开机进入BIOS 我的2.4G红外 把手都敲烂了 一次也没进去过 二是建议购买准系统 如果你要组RAID的准列 就需要两块读写速度快且容量大的 相同PCIe 4.0的NVMe SSD 预装的这个可真的不行 我们还是推荐长江存储颗粒的五环盘 我618购买的爱果者7000日499元 姿态7100原厂也不错 贵点799也能拿下 还有想要更好的图形性能 最好双16G共32G内存 对这台机器来说 16G是填不保它的胃口的 综合考虑 这是一台今年迄今为止性能最强的迷离电脑 比起去年的UM690 在易用设置和高速乘储上 又攀上了新的高峰 需要购买能打游戏的迷离电脑的朋友 也可以把它纳入考量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